这是我们订的车 你让 你怎么回事 这车是我订的 我告诉你 你听这么想 赶紧干啥 我跟你说 你想不想理啊 我们其他一个礼拜 就已经订好了 听什么样啊 你干啥 我怎么不想理 是你们不想理 我告诉你 我这期间半个月就订好了 干啥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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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听事物 你给我听事物 我听事物 你给我听事物 你给我听事物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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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赵老板 不要 不要 赵老板 不要吵 不要吵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是你们新婚的日子 一个一个来 好不好 对吧 一个一个来 是什么 我怎么一个一个来 怎么一个来 听我说 听我说 来 咱俩听我说 今天的情况比较特殊 咱们是两个新郎和新娘 所以这可一个一个的走 接着咱们谁也走不了 咱俩听我说 我是不是订的今天的车 我是不是提下一个礼拜 就订好了 那这一看我先走 不行 不行 我们早就订的了 是 这车是您的 酒心也是你订的 没错没错 是 是 是 这话怎么说的 周老板 我问你 我订的车是不是今天 是 是 是 我们两个的黄道吉 是不是你选的 那怎么回事今天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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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你们两个 今天你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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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们 都别吵 你看听我说 都别让啊 你们两个 打一小一起长大了 是吧 在一个院里 他们怎么没有话 啊 就同一天结婚 你们同一天结婚 哎 都同一天找到了 我 这不大的缘分了 我 这不大缘分了 我 这不大缘分了 过来 两个人就耳朵了 行 对啊 别吵他 别吵他 在这儿 在这儿 这成耳朵了 那你说 一个一个来呀 不行 不行 不行啊 我们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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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有一个主意 你说 两对一起走 大剑 你开着摩托车 带着新郎 新娘上轿车 咱们两对一起走 谁也不耽误 都耽误你了 好 今天这一天 这两对办得很成功 净挣三百一十三块钱 你别高兴太早了啊 要不是御英 有这脑子给你出这主意 你早就撞墙抓瞎了 还真说着了 你多跟人御英 好好学一学 你看人家 你这做生意的脑子 真是 你什么意思啊 那你干脆把老板娘的位置 让给她算了 我才不做什么老板娘呢 这女人啊 要靠就得靠自己 男人没一个靠得住的 对 姐我跟你说 这公司的账啊 钱啊什么的 你可得看好了啊 人家都说了 这男人啊 一有钱就变坏 这脑子里面全是滑滑肠子 还不一定想出什么事来 这你就放心办 都说个子越大 胆子越小 他没这胆子 虽然这个公司的领导 是他 但是他的领导 是我 大庆啊 你说你这一天 挣这么多钱 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吧 挣了钱还会睡不着觉 睡得香着呢 饿肚子睡不着觉 再说了 我挣钱不是我一个人挣啊 股份制 大家都挣钱 我这几天还真 一直在想一件事 咱们不能光做这个婚庆 其他很多事情可以做呀 最近我就看 每天到民政局办离婚的都很多呀 为什么我不办一个离婚庆典 这我们挣钱肯定翻番啊 周大庆 你脑子进水了吧 这种黑金钱缺德钱你也挣啊 哎哎哎不是姐 我跟你说大庆说的这还真是个好处 就是啊 你别说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想啊 这离婚的人每一次都是闹得鸡飞狗跳 咱们啊要是这个离婚搞一个清典 他们这就是好聚好赛是好事啊 对 你说人类棺材不卖棺材卖兽衣 难道真的是黑金钱缺德钱呢 这不对是好事 哎 那按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挣钱呢 对啊 两个人初次见面办一个庆典 双方父母见面也可以办个庆典 还有订婚 订婚咱们也可以办一个庆典 都别说都别说了 我想清楚了 季红你说得特别好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叫一见钟情庆典 父母见面叫相见恨满 相见恨满庆典 对对对 两个人第一次手拉手叫心心相应庆典 怎么样 你有才 两个人亲嘴叫 如交似妻 对 如交似妻 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去 叫 冷静冷静 这么多庆典 咱们公司这规模不行啊 得找钱入股才行啊 库大规模啊 李叔有钱 我忘了跟你们说了 这李叔见咱们这生意好 心早就痒痒了 前几天一直找我 说想拿钱加入咱们的股份 没问题 共同赋予 共同赋予 等等 你先看看他有多少钱 怎么着也得两千块以上啊 要不然这个 李叔那么扣大能拿出这么多钱 那就别加入家 这你不用担心 让你解决他 他可以 到时候再把马姨拉进来 你别老拉我们家人 拉点外围的客源扩大一点 肥处不留外人体 那就把二亲什么都还来 都可以来啊 对啊 可是能扩大客源呀 哎 我可以说 我就是他把这 好了 明天咱们就把这个挂到场门口去 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好 人家不是说了吗 香港回归 舞照跳马照跑 怎么真的回归了 咱们也到香港去走一走转一转 还走一走转一转呢 你想得真够远的 得花多少钱啊 你不得坐飞机去啊 不得要咱们几个月的工资啊 花钱算什么 那时候国家就富裕了 我们就有钱了 有的是钱 我们去买东西 我们去吃 喝 怪不得你爸说你心里藏了那只老虎 行 到时候你带上玉芝带上灵灵 好好去见见世面 对 带着我爸去开开洋婚 嗯 怎么了 没事我就是有点不舒服 怀孕了吧 没有 没有 我能看出来 叶子怀孕了 欲知怀玲玲的时候就这样 你少废话 我说没有就没有 我知道你现在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说有一些烦躁 没关系 过一站就好了 真的 小白 乐得已经合不拢嘴了吧 你这样 你让他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别老去上班那么积极了 现在你是重点 有什么问题让他来问我 我都清楚 他不知道 真正的 全部都知道 不知道 您跟他什么人 决定 sub 前后 下 Philipp axe 我 挺好的 那个血常规 药常规 还有这心电图都没问题 血红蛋白也很好 你再去做个B超检查 要多喝水 只有憋足的尿吧 才能检查 过些天呢 你再来做一次检查 什么血型啊 肾功能三项啊 还有肝功能五项啊 血糖啊 都得查一下 这次啊 我把单子给你开出来 省得你下次来再排队 说着 大夫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 不要 对 我想把这个孩子做掉 叶子 你回来了 嗯 今天没在食堂吃吧 没有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不然不会这么早回来的 我今天做了白桌 下个糖醋小白骨 你先吃 还差一个汤膀上就好 你先吃啊 蘑菇汤来喽 蘑菇汤来喽 吃吧 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啊 哎 中华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嗯你说吧我听着 算了不说了 别你说吧我听着 我们吃吧 叶子其实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跟我商量 我全听你的 你吃吧 哎 我还没睡啊想什么呢 我还没睡啊 真的没事 我还没睡啊 叶小叶 我下边以后 我想跟你聊聊 单独的 好吧 那我们就在百货大楼对那没有咖啡空间 你到这么早 这个地方不错啊 你怎么找到这儿呢 你不认识这儿了 这什么地方 你在这请我吃过酸汤水饺 是这儿吗 对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国营食堂啊 没错 后来被承包出去了 变成了咖啡厅 你好 现在小姐 这是您家的莫里科长 你请慢用 谢谢 谢谢 你看世界变得多快啊 以前我们是同志 现在成先生小姐了 对啊 她会突然的变得让你耳鱼目悬 现在的小人物 明天 也许就会变得 你完全认不出来 我觉得你没变 你心里还是藏着一些东西 藏着什么 藏着一些让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一些让人害怕的东西 我就是一个宣传科的小科员 每天写写画画都有什么可怕的呢 可是我总觉得你有一天 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不会 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孩子 我决定了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不想让他生活在一个不快乐的家庭 可你不是告诉我 你一直很快乐吗 我是不想让你看到你快乐 其实我跟小白已经分去了 他很可怜 他每天都对我说说笑笑的 给我做饭吃给我洗衣服 可是我并不高兴 我也说不清楚 我怎么就是快乐不起来呢 你为什么不快乐呢 我总觉得这个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是你自己选择的不是吗 可我后悔了 你没有权利后悔 尤其是对孩子 可是我 可是我害怕 我害怕孩子一出生 就没有错 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 我知道我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呢 哎 你能告诉我 你当初有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那好像都是 很多年以前的事 我跟一只结婚 结婚的时候也犹豫过 那时候我没法考大学 也没法跟您在一起 我觉得一切都弯了 可是愈之在我身边 所以 后来我知道愈之有了孩子就更犹豫了 因为我总觉得 这个孩子一旦生下来 我就没有退路了 因为我认为 我不应该在一个工厂里 这一辈子去做一个不弃然的小人物 我应该有更好的前程 可是 孩子还是生下来 我看着他皱皱巴巴的小脸 我想不管怎么样 他是我的 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努力奋斗 为了他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可是十年过去了 我仍然一事如常 叶萨 我不能替你做决定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是怎么想的 你应该生下这个孩子 好好的把他养的 就算这个世界上 有再多的苦难 也别让他感觉到孤单 别让他感觉到委屈 你根本不理解我现在的感受 我能理解 我明白 是谁 我明白吗 李叔 妈 这个 合同啊 白纸黑字 写得很清楚 利润共享 风险共担 明白吧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是有肉 大家伙一块吃肉 有汤 大家伙一块喝汤 不就这回事吗 对对 老李 别光想着利润 忘了风险 别静想美事 说不定哪天 他们给做的呀 让咱们砸过卖铁呢 有什么风险啊 现在改革开放了 政策搁对搁在这儿了 不就是咱们仨老家伙掏钱 让他们年轻上往前干去吗 那 别说 这个 那如果你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可能反正你也看了 咱就 一识三分 签字还呀 还真签字啊 一识三分 来 我签了 李叔 怎么样 现在你签完字 你就是我们婚姻公司的老板 当老板的感觉怎么样 当老板的感觉呀 当什么老板 我这刚往外掏钱就当老板了 是 感觉 你呀 应该感谢新社会 你说说 你们家给人家老周家 做了多少辈子的伙计啊 现在 你跟人家平起平坐了 要是你爸和你爷爷活着 那非乐点 满脸全是双眼皮不可 对对对 我记得小时候 他爸就老说 就三件事 吃咸菜 得放香油 吃饭哪 那得有肥肉片子 吃完饭之后 他在门口抽上一袋 你爸那水烟袋 那就美极了 油都不回事 这都前清的事了 现在都什么了 吃饭得说天上飞的 水里油的 抽烟得是进口的 名牌还得带嘴的 吃完饭 年轻人晚上 没事外边捧嗒嗒去 老周整天跟着那个录音机 都快成北方的狼了 好听啊 대� Aren't you пожалуйста 嘉姐 Gal 这是我 是找我的 知道了 怎么了 什么事 我 还是想跟你说一下双天天是 这是孩子的事情 你别说了 那件事情我就不应该告诉你 给你增加烦恼 是 我不应该多岁 可我觉得 你跟小白应该幸福 是应该 可是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 你还是别管得好 叶三我怎么能就当不知道呢 我知道然问题是 你们现在那么痛苦 也许就是因为你 因为没有孩子有了孩子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已经想好 可你这样做太狠心了叶三 行了二亲挂了吧啊叶三 既然这样你就 永远不要让小白知道 来个男人也不能容忍你做这种决定 他不知道啊 也就不能痛苦了 我知道了 叶子 叶子 你出来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不行 你出来 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见了 你凭什么拖停我电话 你凭什么瞒着我孩子的时间 你凭什么瞒着我孩子的时间 孩子在我肚子里 我不愿意告诉你 那你凭什么告诉他 我愿意 那是我的孩子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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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孩子 你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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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你促sen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全听你的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尽量去做到 可是我不希望孩子生在一个不快乐的家庭里 我们是 我们可能是有点不快乐 但是你放心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让你 爱我的孩子 一直快乐的生活 我会努力让你 你认为快乐是能努力出来的吗 小白我也求求你了 咱别要这个孩子了 叶子 我不答应你不能这么干 这是我的孩子你没有权利打到他 你没有权利 你 你这么做 你不会叶子 你怎么做 你不怕 我来 你曾经历到你了 我来 一致你好 我給你打電話 打電話是想 是想告訴你 你的丈夫周二清 和我的老婆李小燕之間的事情 周二清 和李小燕 在你各自關後 一直還藕斷撕裂 啊 好 谢谢 行 可以 你这两天没精打采的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科里也没什么事 科里 一国两制的宣传 叶子刚当上科长 他现在 心情应该挺好的吧 挺好的吧 我不知道 瞧你这话说的 你们俩在一个科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们俩一个 一个科室人的心情好不好 又不像我汇报 我又不是领导 那不一定吧 你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 什么意思 没有 这哪叫阴阳怪气 我就是 叶子最近 没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他身体是不是最近不太好 应该挺好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干嘛呀 审犯人一样 行 你说审犯人就审犯人吧 我就是想问问 你跟叶子你们俩最近干什么了 我们什么也没干 到现在你怎么还嘴硬呢 小白都打电话告诉我了 叶子最近怀孩子了 他是不是跟你商量不想要这个孩子 你还偷偷摸摸给他们家打电话了 这是不是 小白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这不是都知道吗 还问什么呀 我知道也不是在你这知道的 我是在小白那知道的呀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 你们俩为什么到外面去喝什么咖啡 哎 你说叶子怀孕 为什么非得跟你商量呢 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 他怀孕了不想要这个孩子他很难过 他不跟我说跟谁说 那我们俩不是过来人吗 我劝他把孩子生下来 我劝他不要急于做决定 叶子和小白现在的关系 如果有个孩子能好得多不是吗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 你看你天天那个样子 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你 咱们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你那心里有点小算盘 我能不知道 你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不是不能说 叶子不希望别人知道 所以他让我不要告诉别人 我答应过的 我不能告诉别人 你答应他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 你怎么那么听他的呀 还别人谁是别人呢 我是别人吗 他是你领导 你可以答应他 那在家里边 我不是你领导吗 好 你是我领导 那我告诉你这个领导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没用啊 那我是你老婆 你的事情 我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你看你们俩就现在这样偷偷摸摸的 你们俩还有什么秘密 谁偷偷摸摸什么秘密啊 怎么不是秘密啊 那不能跟别人说的不叫秘密吗 这不是胡搅门缠吗 对这点事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还在这东拉西扯的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嫌弃我 我没嫌弃你 你就是嫌弃我 我嫌弃你什么呀 你嫌弃我没问话 嫌弃我姥姥 是不是 越扯越远 怎么远一点都不远 你说咱们俩 因为现在清洁队的时候 你老主动找我说话 还给我背唐诗 张嘴就来 那个时候 咱们俩有说有笑的 你看看现在 你很少跟我说话 我问你一句 你才答一句 我没有 你说你没有 那行 那你现在 也给我背首唐诗听听 就那个时候那首 行 我忘了 怎么会忘呢 那个时候你张嘴就来 这才几年呀 不会忘了 你背一个我听听 我确实是忘了 好了 宇治别再闹了 现在叶子还挺难受的 约了这个孩子的事 没准现在可能正跟小白在那吵呢 你看看 还是关心叶子 我是关心叶子和小白 得了吧 你就是关心叶子 从来都没关心关心过我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心里边 我心里边难受的是不是什么呀 我知道我没文化 我也恨我自己 我也恨我自己 为什么没文化 我也想多学一点 这样就能配得上你了 我有时候真羡慕你们俩 你看你们俩在一起多般配呀 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轻微竹马的 你对他好 他也对你好 要不然 那时候他能同意你画他 你们俩现在 还在一个课室里边 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 比咱们俩在一起待的时间都长 我是 我是真羡慕你们俩 我有时候就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为什么没文化 你说我要是有文化了 我不就能配得上你一些了吗 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 就特别难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本路 你怎么办 这就禁止我 你怎么办 没文化 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面额为100元和50元的人民币 人民币从1948年发行第一版以来 就有40元的流云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 曾经发行过面值5万元和1万元的人民币 1955年大面额的人民币被停止使用 还什么信呢 没有 不生气了生什么气 你说咱俩了 人家两口子的事咱们给你瞎操什么心 人家生孩子也好不生孩子也好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就是 咱们俩有什么关系 昨天晚上 太谨慕了 我алог 我之前就说了 你找回来 我家猎回来 就有什么关系 你找回来 人家来了 你找回来 我家你找了 你找回来 你找回来 我家要命币 你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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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 如果西哥 我家都是 你找回来 我家你找回来 好 擦到了 點那麼仔細 上班又沒遲到了 行 記得吃早飯 別走 那天是我不對 我不夠冷靜 我不應該衝你發火 發發脾氣也挺好的 誰都有脾氣 你弄我身上去 葉子 孩子的事情 再考慮考慮 你怎麼回事 二姊我真對不起 二姊對不起 你要接受我的道歉 二姊我今天來是附近請罪來了 玉芝真的對不起 我還不知道我昨天怎麼了 我就是著急 我我腦子一肉 我就打了那個電話 玉芝我真的不應該 給你打那個電話 沒關係的 玉芝你相信我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他們倆也沒那個關係 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阿姨真的 我都說了 真的真的沒事 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我也不想讓你們倆口子 為了我們倆口子事吵架 我們倆沒吵架 真的沒吵架 太好了 小白你你別著急啊 我們倆真的沒吵架 謝謝你 玉芝 我們倆也知道你是心裏面著急 想著葉子肚子裡的孩子 對對對 你是想讓我們給你幫幫忙 想想辦法對不對 是是是是 所以我們倆商量一晚上的對不對 對我們不是吵架 我們是商量 來來來喝水喝水 太好了玉芝 坐下說 坐下說 二清你喝二清 二清你聽我 二清你聽我 不是 二清你聽我說 小白你坐下說來 二清我求求你了 二清你幫我去勸勸葉子 我太想要這個孩子了 二清 你先坐 玉芝 玉芝你聽我說 你你幫我勸勸二清 去勸勸我老婆 我老婆最聽二清的話了 二清我知道葉子最聽你的話了 你勸勸葉子 我你先坐 我真的太想要這個孩子了 你先坐 來我 哎你先看我先坐 坐下說坐 慢慢說啊 玉芝 哎哎 二清 玉芝哎我求求你了 勸勸葉子 二清 你們兩個哥幫我勸勸我老婆好嗎 我太想要這個孩子 我太想成為一個父親了 我求求你們了 啊 一定要勸勸葉子把這個孩子生下來 哎 玉芝 你們答應啊 答應了 好 哎 好 來坐坐 哎 大慶 讓把這烏雞給葉子他們拿過去 說是從國外空運過來的 這還凍著的硬邦邦的這行 拿過去 拿吧大慶說行就行呗 啊 可是我看這這 顏色好像有點 還凍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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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啊 直接下鍋就能吃 啊 不愛勇氣 新鮮啊 哎呀 快點騎一會兒化了 葉子 兒青鮮和玉芝來了 你出來說說話吧 葉子 是我不好 我不應該偷聽你的電話 我也不應該衝你發脾氣 都是我不對 我向你道歉 誰都有犯傻犯糊塗的時候 你就原諒我一次好嗎 葉子 你就出來吧 你勸勸葉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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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句話 葉子 你不想出來也行 你就在裡邊聽我說兩句 其實 不管我們怎麼說 最後要不要這個孩子 還是得你自己拿主意 可是你別忘了 還有一句老話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